五探集 国民党开工团败朱主席的新希望 不只是龙五探集 第一个我们当然要团结所有的力量 尤其我们在国会成为国会的最大党 我们在台湾我们15个执政县市 更是要团结一致 今年年初的总统选举 本党虽然失利 但是在朱主席的领导下 成功稳住了立法院的席次 徒子坐镇国会 验自地方上已经自动瞄准总统大位 朱主席评喊团结稳住当家角色 让国民党内选后升起 卢 韩 朱三颗太阳 国民党只是一个平台 我就是就像总教练一样 或者是我是希望做一个引擎 能够带动更多的力量 给我们立法院党团 给我们的县市长 但朱立伦台面下运筹帷幄 一手主导24到26号三天两夜 召集国民党团成员 前往花莲参加共识营 第一天晚间举办团结晚会 隔天一早中头戏的共识营 朱涵两人出席 由党中央智库报告开议优先法案 兼任政策会执行长的 傅昆琦兵推立院工房 下午各委员会展开分组讨论 强化未来四年党与党团深度连结 担忧立委席次大换血 日后难以磨合党中央 不只每周一固定召开党团大会 邀请智库干部开会 党中央的手也将伸进 三颗太阳谁将主宰蓝营未来 动静观瞻 这些新闻邱博庭 时钟长报告 立刻下载静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静善静美 静好新闻